Hello大家好我是斑斑 想一起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我是Confcons的创始人 本期视频是法国买房 如何在欧洲投资房产的第四期视频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如何签订合约 本期视频与HiEuropa合作播出 HiEuropa是欧洲第一家提供中文、法语、英文、三语的保险机构 隶属买衣服旗下 为在欧洲的海外华人提供便捷可信赖的房屋保险与房产相关服务 请扫为二维码或点击评论区链接获得更多信息 上一期的视频中间我们有讲到怎么样去选择好的房产 怎样去做抉择 然后这一期选到了房产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走法律程序 一步一步怎样签订合约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签订合约 不是你跟卖家单独去签订的 是要通过中介 有时候你可能没有 比如说你直接跟卖家联系的话 你可能没有中介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公正人在你们之间 首先我想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公正人是什么 其实在欧洲公正人这样的职业 它是一个中立的 它是为政府和人民服务的 所以它在做公正人之前 它是要宣誓的 它有一些职业操守的 它大多数情况下 原则上是不能够违背公正的原则 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大家付的公正费 不是所有的钱都到了公正人痘痘里的 之前我自己在买房的时候 公正人会给我看 它这个比例比如说它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服务费 是进了公正人手里 但剩下其他大部分的费用 都是给了国家的 是一些税 一些要交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 那么原则上说公正人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自己买房的时候 还是要选择自己的公正人 因为在你买房的时候 有些卖家就会说 我们如果都共用一个公正人 可能会快一些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跟卖家共用一个公正人 虽然原则上来说公正人是应该是公正而中立的 但是你们知道 这个法律它也是公正中立的 但是它不同的解读方法有很多种 它有时候就不一定是象征你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选择自己的公正人会更好 也就是说你和卖家各选择一个不同的公正人 你要知道你选择你自己的公正人 他选择他的公正人 这个并不会提高你公正人的费用 他最后这个费用是两个人来评分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公正人 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他的内心都是向着你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自己的公正人 不要和卖家或者说陈建商给你推荐一个 就是跟他一起的公正人 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你可能都不会那么有利 最好 当然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公正人都是很中立的 都是还是比较透明的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我觉得选择自己的公正人会保险一些 这是我的题外话 这个是斑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意见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 那么要说一下 当你选到了一套非常好的房子 你看好了房子 要做决定的时候 那你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也就是要正式出价 叫做Faire une offre 这个是法语 然后中文就是正式出价 你就是写一个email 或者说有时候你会中间要你填个表 然后在这个表格 或者说你这个写的这个邮件 offre的邮件上面 一般就是要出示这些信息 就是房产的位置 然后面积 然后你看房的时间 以及你要买的房子的价钱 以及你这个offre有效日期 也就是你这个出价有效日期 那你可以在这个看房的当天 就马上给到这个中介 或者给到卖家 有时候真的 我觉得像巴黎或者里昂这样子 房产紧俏的地方 你如果不是当时给 或者说你犹豫太久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碰到过好几次 就是我看上那个房子 我想了一天 然后就已经被卖掉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会很懊恼 你就会怎么可以 那就是可以 别人也很喜欢 有时候呢 我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紧俏的地段 去太过讨价还价 或者想太多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怎么样做更好的做决定这一块呢 就你如果已经 他已经是比前面33.33333那个都好呢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就当即立断选择就好了 而且这个offre对卖家有很大的责任限制 但是其实对买家来说呢 并没有太大的责任限制 你给了这个offre之后呢 这个卖家一旦接受你的offre 他就不能够再卖给别人呢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呢 是有更强的限制力的 如果你觉得都差不多了 你是可以先给一个offre 然后你再去思考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买这个房子 你最后可以给他发一封邮件 就说我不想买了 他也不能拿你怎样 你也不需要给他赔钱 其实你作为一个买家 如果你已经给了一个正式的offre 你faire enough 然后你的卖家也接受 这个时候是对他的限制 但你其实还是有时间去思考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啊 这个房子不适合 你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你最后做了这样的选择 不想要这个房子 可能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 你还是决定啊 不买了 那也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跟中介 当然呢表示你的自己的歉意 和解释为什么 这个呢是一定要做好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呢 作为华人在海外呢 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 希望我们华人呢 在这个生意场上呢 更好的受到尊重 这个口碑呢 是由所有人 大家一起去维护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做事的时候呢 一定要深思熟虑 也要做得非常严谨 那么接下来 如果你这个offre up set day了 就是买家接受你的offre的时候 那你现在下一步是怎么样呢 就需要你们的公证人呢 来联系了 如果你和卖家是同一个公证人的话 也就是你们联系同一个公证人就好了 如果你们是不同的公证人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们就要联系各自的公证人 他们来去互相联系 卖家呢 给到买家的公证人的联系方式 买家呢 给到卖家 他的公证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互相一起联系 然后这个时候 就要开始起草这个 compromise want了 也就是购买协议书 这个书签了之后呢 那就是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呢 比这个之前这个offre要严肃很多 compromise want这个购买协议呢 是一个比较有约束性的 一个协议文件 那这个合同呢 是由卖家和买家呢 共同签订的 那么是由双方公证人 或者说你们共同的公证人 当然我不建议啊 最好是由你们双方的公证人 一起起草 然后完成 要知道呢 公证人都是很忙的 可能他们起草了一个东西之后呢 他们一般都是在真正签的这一刻呢 才会真正的去读 所以大家呢 要在这个过程中呢 自己好好去读一下 你们这个文件 不要去怪这个公证人有多忙 确实人家也不容易 就你自己呢 也要做好你自己这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公证人呢 他是帮助你去避免一些陷阱和问题 他会在你签订的这个同时呢 好好跟你一起阅读 那你呢 如果法语不是很好的话 建议你在这个签订之前呢 自己好好阅读一下 然后呢 这个协议非常的长 大家呢 需要一个handiwu 去一起来签订 那在这个handiwu 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 你会有10天的思考期 这10天呢 你是可以反悔 你可以毁约 然后对方呢 也不能够追责 或者要求你赔偿 那么之前呢 是以挂号信的日期为准 现在呢 一般是以就是这个在线的邮件 送到你邮箱里为准 那跟之前的情况一样 就这个时候呢 有公证人介入进来 然后也有不同的中介呀 卖家呀 都有介入到 其中大家都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和时间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签公破密之前呢 好好深思熟悉 一般呢 是不建议毁约 当然呢 你如果发现一些实际的问题 就像我之前视频中提到的 我有一个小伙伴呢 他在签了这个公破密之后呢 才发现 当时他有一个文件没有拿到 这个Hagelikopovede 没拿到 他在签的同时呢 才看到 然后呢 里面就写了一条 他不能够租给一个人以上 那他这个房子买来就是想出租的 所以呢 基本上跟他的用途是相反的 他没有办法去买这个房 他才去反悔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很去CPA 大家知道你为什么去反悔 然后你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时候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口碑 但是如果比如说 我今天就是觉得突然一下子 我心情不好就毁约 这种呢 很多时候呢 那以后人家房产证件 看见你就会怕 对不对 签订好之后呢 10天以后呢 你就不能够随着你的信息反悔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要交一定的违约金 然后作为买家呢 你再签好之后呢 10天内呢 你也要准备好这个违约金 一般这个时间呢 还有这些具体的怎么样的步骤呢 Nodell呢 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就要跟这个公证人呢 好好的沟通一下 他有时候我的公证人 会给我写一个很清楚的时间 几号到几号 你是要去做什么 然后你又反悔期 你之后就要开始申请银行贷款 等等等等 他就会给我一个时间表 这样呢 会很清晰的告诉你 接下来做什么 那你签好公平密的Vant 你拿着这个公平密的Vant呢 你就可以去银行申请贷款 在最初期的视频呢 我们有讲到怎么样去计算 自己的银行贷款金额 那么现在呢 就到了实战期 那说到这个贷款呢 我是建议大家呢 多找几家银行 去做一个对比和比较的 因为一个利率的差 0.1% 0.2呢 可能对你整个还款金额 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之前呢 我们在视频里也讲到了 一个1%的这个利率 和5%的利率 那差的不是一点点 20年的这个总金额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你对这方面 也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国贴 也就是这个贷款中介 其实他们的价格 也不是很高 之后呢 我们会采访到一个 我的好朋友 他自己是做国贴的 然后到时呢 会问他一些问题 班班在这里 真的不是给国贴打广告 我是一个个人来说 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就是如果呢 专业的人能做好专业的事情 并且花的钱不太多的话呢 我会比较愿意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比起自己做的不太好来说 可能你会花三倍的时间 来做了一件事情 还没他做的好 那这三倍的时间 你还不如花在自己 最擅长的事情上 然后可能你挣的钱 远远超于 他的这个国贴的费用 对不对 那班班来说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 我之前呢 在买第一套房的时候 我就找过一个国贴 当时我们贷款的金额 也就是20多万欧 然后这个国贴的费用呢 它是根据这个 我们贷款金额来算下 大概是1%左右 所以差不多就是千欧 然后再加上一个负贷多谢 总之我算 我记得当时是2500欧 乍听之下 当时我和TT工资都不高的情况下 2500欧 这么多钱怎么办 然后其实呢 它是这个钱是直接是 从银行贷款的金额上加上去 不是让你挑一奥包 马上挑出来 所以其实你还到每个月 你就还 也就是还了几块钱而已 而且说实话 我们最后都没有还到 这个贷款金额还完 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所以其实说实话 你当时付的也不是很多 而且有一些银行啊 甚至因为它给这个Gortier 等于给它带来了新客户 这个Gortier这块呢 就是免费的 所以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呢 未尝不可 那我之后呢 可能会做一期视频呢 就是采访一个我的小伙伴 然后他自己是做 这个贷款中介Gortier的 我之前找过他做一系列服务 我觉得他呢 做事非常认真 如果大家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在下面 到时候呢 我就集中跟他录一期视频呢 来回复大家 然后你在银行呢 获得贷款呢 它会有一个贷款总体利率 叫做Do Effective Global 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这个贷款的利息 还有银行的佣金 但是保险费呢 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然后呢 这个法律规定呢 法国的法律规定呢 残疾或死亡保险 都是必须的 所以根据你的年纪 和你的身体情况呢 这个保险的利率呢 也不一定有3%到5% 甚至有更高 这个大家呢 会根据你们具体的情况呢 然后保险公司会给到 如果视频前的你呢 在一些法国比较好的 大的单位里面上班的话呢 呃 这些单位呢 往往还会有一些 就是贷款补助 比如说这个PREA2ZEHU 就是零利率 这个贷款金额 当时我在买房的时候呢 我就去我们公司看了看 可是我那个房子不符合要求 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确实这块呢 会给大家省到不少的这个利率 也省一些钱 然后最后呢 关于保险这一块呢 大家也可以多问 几家保险公司 但是很多时候银行会强制要求你 在他们自己银行买这块保险 因为他会有一些强制的要求 然后你这个之后呢 我们会聊到这个怎么改保险 那你可以在这个贷款呢 成功拿到贷款之后呢 再去改这个保险 我们之后会在视频里的详细 跟大家解释到 签完公破密之后呢 你会有两到三个月 准备好贷款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是跟你和那个卖家 共同决定的 有些卖家会希望你快点 他会要求写两个月 但是我建议大家 大多的情况下 跟他约三个月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是不是 到时候再去改这个公破密 很麻烦 所以最好跟他约个三个月 然后你获得这个贷款之后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公证人 还有卖家呢 一起再约一个新的号内务 在这一天的这个高光时刻 非常重要的时刻 然后你的公证人 就会给你算好 你欠这个原房东的一些钱 比如说这个房产税 比如说这个 就是你的公摊金额 他会把这些总金额算好 然后你把这笔钱呢 给到这个原房东 说是几百块钱 或者几十块钱这样子 然后等这些都算好之后呢 你们就要签订一份协议 这个就是act the want 就是正式的那个卖房契约 然后你们签完之后呢 卖家会把这个钥匙 放在你的手上 从此以后 你就是新房东了 然后呢 在两到三个月之后呢 你还会收到一份正式的这个契约 也就是说你这个房产的 已经登记到你名下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adistation 说实话 这一路上走过来呢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就大家真的是披荆斩棘 然后经历了肯定很多焦虑和 开心不开心的时刻 当然呢 最后拿到钥匙那一刻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幸福 很快乐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 Hi Europa 旨在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险 以及相关服务 所到之处 皆成故乡 最后呢 再次感谢Hi Europa 对本期视频的支持 我是斑斑 我们下期见 拜拜